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看 他說這個是象形 外在世界的描繪 你看這裡有什麼 好 那這個是什麼 寫寫畫畫是為兒童跟親子觀眾 打造的藝術教育展 書寫跟繪畫 雖然說用筆可能有所不同 但是在線條的表現跟運用上 卻讓兩者之間有了緊密的關聯 特別是在筆墨合一的書畫藝術裡 我們知道書寫跟繪畫 他們兩者是彼此共用跟相互共通的 線條也是兒童他們表達自我的重要的方式 也是他們內外溝通的視覺語言 無論是胡亂的塗鴉 或者說是形象具體的描寫 乃自文字的書寫 它都體現了兒童不同階段的身心發展 呈現了他們的所能 所知 所感或所想 寫寫畫畫這檔展覽 便是以書畫同圓的概念出發 以非常貼近兒童 也能夠讓兒童有所共鳴的形式語言 也就是線條 環繞著線條來規劃的 寫跟畫 在這個展覽裡面有了很有趣的串聯或說融合 Drawing跟Writing 策展團隊也特別把這兩個字結合起來 打造了一個組合字 Draw Writing 用這個字來作為它的英文命題 來點名這個展覽的核心指緒 以線條描模外在自然 是象形這一區的展示內容 古象形文字本來就是先人描寫自然的圖畫 後來隨著文明的發展 慢慢演變成符號 形成了文字 象形文字因此可以說是寫和畫的結合又互同的形式 已故的書畫家呂佛廷的作品 就是以古象形文字的書寫 連續重複的表現來組合畫面 在布滿畫面的圖像中 仔細觀看 我們可以發現龍 虎 魚 雞 馬 等等不同的象形文字 在旁邊呢 則是年輕世代的藝術家江柏軒的作品 他以十二生肖為題 勾繪動物的樣貌姿態 構成了記事文字 也是圖像的表現 一旁延伸規劃的互動展區 我們可以看到大型的投影 以動畫讓十二生肖活靈活現 藉由這些會動的象形字 刺激孩童對線條動態的想像 另外一邊的裝置 則是讓小朋友實際玩味象形造字 在平板上描寫 創造自己所屬生肖的動物字 並且在現場直接練印 帶走自己的作品 比莫線條雖然無聲 但卻可以是情感的化身 在表意這個展區中 藝術家們或寫或畫 把情感視覺化 在線條中寄託他們所欲傳達的感知 我們首先看到的是年輕的藝術家 季冠帝的表情系列 他結合了文字書寫 譬如說哭和笑 甜甜和開心 來表現的這些臉譜圖像 構成像是字也是畫的表現 來傳達心緒情感的變化 資深藝術家張耀皇的眾生像 擺面像勾寫一張張的臉譜 表現形形色色的眾生 在線條的運行之間 更抒發著藝術家的人生感觸 顏色設計的互動區 臉書 探問現場大小觀眾的情緒狀態 大小朋友可以對照觀察 或者是拿起筆來 互相勾繪彼此的臉書 線條的流轉 筆觸的變化 不僅表露藝術家的感性 往往也營造著獨特的氛圍情境 就如特別擅長結合音樂與書畫的香港藝術家冯明秋的敬業音樂字 音符般跳動的筆觸 飽含玉律的結構 引人透過視覺觸發感知 臨會微妙的氛圍 一旁互動區的規劃 結合了啟發他創作靈感的鼓曲 《普安咒》 觀眾們可以以手代筆 在面板上臨寫音樂字 感受藝術家的創作情境 《寫寫畫畫》這個展覽的核心指序 也就是寫寫畫畫不設限 自由地融合 創意的表現 特別能夠呈現在最後的這個展區 而在行筆與構圖之間 寫寫畫畫 畫畫寫寫的任意來回 大膽地轉化 也特別能夠啟發小朋友的想像跟創造活力 《洪通》的文字畫系列 以字意聯想的繽紛圖像 構成像是文字的組合 畫面角落的藝術家署名也不例外 沿著《洪通》的創意 一旁規劃的是以名畫為題的體驗區 邀請小朋友試著 從自己姓名的文字含義來延伸 或者是自由地發想 結合文字跟圖像 來各匯一張屬於自己的名片 相對於洪通繽紛繁複的圖文組織 已故的書畫家丁遠庸的作品 相反的則是回到最單純的一條線 它的一筆畫以單一線條勾寫 兔 貓 鶴 等等動物 在大型的水寫牆上 小朋友可以拿起筆來 也試試一筆到底 一氣呵成的挑戰單一線條的極限 筆手畫腳這個互動體驗區 進一步跳脫斜與畫的貫常框架 邀請小朋友不只是用手運筆 而是以全身的力道來寫寫或畫畫 嘗試以手臂 以膝蓋 以雙腳 乃至是手腳並用的 以身體的運動來解放線條的表現 也探索身體的能量 這個展覽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來自不同世代 不同地區的藝術家的作品 我們也規劃了一些相對應的 互動體驗區 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 能夠不僅是讓兒童 玩味文字跟圖像結合的不同可能 也能夠領會線條表現的多元面向 更能夠透過這些遊戲性的互動體驗區 能夠開展多方的探索 能夠發展他們敏銳的觀察 想像以及創造力